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我自己创业的一些经验 其实我当初也是走过不少弯路的 做过销售,开过服装店等等 虽然不亏本,但是也没有很赚钱 后来经常跟朋友出去吃饭聊天 偶尔发现了香烟这一块的商机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资源呀背景呀什么的 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创业者 全靠自己的摸爬滚打 但是只要你选对了路 别走什么歪路,成功其实也不难 至于开烟草店的前期准备 我已经在之前的视频里给大家介绍过了 准备好各种证件 前期资金选好店面就可以正式开始经营了 首先店面的选址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前期资金算充裕 店面大概90平 位于大型商超楼下侧门方向 主干道和之路交叉口位置 有些朋友选择店面可能会避开这些位置 觉得离超市太近了 毕竟超市也卖烟 但也对我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问题 现在烟酒店比较多 你把店选在哪里都会碰到竞争者 而且离大型超市近的话 人流量也相对会多一点 其实对于烟酒经销商来说 秘诀很简单 重层列 优服务 讲诚信 就凭着这些三字诀 我的店铺生意不仅没有被超市挤走 反而越来越好 不仅有了一批固定的消费者 而且不少都是客代客 首先我们做生意 要保证的是你的店面陈列 一定要干净清爽 同样的商品 同样的价格 一个放在杂货店 一个放在专卖店 消费者的需求欲望大不相同 杂货店阴暗 陈列杂乱 专卖店听名几近 陈列美观大方 干净清爽 购买与决然不同 店内柜台要换成统一前后柜 包括展示柜也要做到统一标准 避免店面看起来杂乱 不同的香烟分区摆放 根据消费者的吸烟习惯 以及香烟档次来陈列 柜台上不放杂物 卷烟明码标价 整齐摆放 顾客想要什么烟 进到店里来一目了然 其次就是服务方面了 如果说店面形象 商品陈列是硬件的话 那么服务就是我们经营的软件了 你的东西再好 服务烂到家的话 生意一样不会好 可以说没有服务就没有生意 我们要微笑服务 顾客千千万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要求 进行推荐服务 经营中不断了解顾客的消费心理 把握顾客的消费需求 想顾客之所想 诚信经营热情服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诚信经营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必然是诚信 要定期对店内的存货进行检查 发现过期变质等问题 商品一律销毁 绝不受卖 保证自己店里没有一包假丝 非卷烟 店里的卷烟全部都是从烟草公司进购 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太多经验 但是这几个方面把控好 生意必然就不会差 烟酒店经营是一门学问 需要不断的学习 任何的成功都在于细节 开店不同于勘店 要不断的努力 开阔思维 这样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 以上就是我一些经营方面的经验 有一些不足之处 还请大家见谅 如果你有什么关于经营方面的小技巧 不妨留言一起讨论 我们下期见